你好欢迎收看8月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议会民政小组4号下午特地来到花莲市中心的阳光电城 目前正在转型成为原住民文创旗舰馆 而民政小组对日前的执行进度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提出许多建言 并希望旗舰馆能够更具体的方向 作为带动文化聚落重要的一颗引擎 花莲市阳光电城位于东大门旁 闲置多年 县府获得花东基金易住 三期工程总经费约1亿2000多万元 将转型成为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 推广原住民文化 所以我们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的那个展示的一个空间 会在既有那一二楼的空间里面是不能够用的 所以我们就采取一个想法就是把它增加到三楼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刚够的部分让它增高两公尺 让三楼的空间能够把它做出来 所以产生了所谓一期工程的部分 一期工程的部分就是最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二楼的部分 就是原来的那个回南之溪的这个空间 整个三楼的部分就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 就是要把文创聚落空间把它放进来的这个部分 这个空间的使用我们还是要透过这个营运厂商 再来读论 因为他们是用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跟我们的角度会不一样 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需求告诉营运厂商 比如说刚刚议员讲的原住民的元素啊 或者原住民的业种 还有或者刚刚科长讲的 这个服役的范围就会说谈在里面 但是其他的就是在商演商 原住民文化产业聚落 民政小组在考察之后 也期盼在明年二月能够开幕营运 希望能够打造成为花莲县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 让游客能够深入了解原住民的手工艺 农特产品都能够在此呈现 花莲原民的一个文创 那现在已经到进入到第三期 那我也希望说在明年的二月 能够从此前期以后 让我们跟我们的文化创意上 譬如说像我们的手工艺品的木雕石雕 甚至于我们的皮雕 那我们也相信能够把这些的一个能够带动 尤其是我们这边的一个花莲文创 能够吸引我们更大的游客 来我们这里花莲来游玩 那我也希望我们议会能够全力的支持 让我们这个文化创意的一个地方 能够活络出来 也能够带动我们花莲的一个产业 原住民文创产业聚落 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期工程 施工期程至112年2月完工 近期也将进行招商 为原住民产业打造新的领程碑 记者凌杰花莲市采访报道